关于英国的九大工学 我们有一篇专门的视频和大家介绍 九大工学分别是哪九大 这里呢就不叙述 今天重点和大家分享的是 九大工学的预备小学 因为你想要进入到九大工学 不是那么好进的 不是那么好考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进入到这些九大工学的 Feeder School 也就是他们的预备小学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九大工学的预备小学 私房排名前十一 男校篇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Feeder School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 通常是指一所小学 或者说某几所中学之间 比较紧密的联系 每年会有比较稳定的输出 向这些中学输送生源 人数可能从一两名到几十名不等 伦敦地区的三十多所预备学校的毕业生 不是说一定都会考上伊顿或者哈罗 仔细看一下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去向 就会发现 他们每年的毕业生去向 会有十几所或者几十所 所以说通常一所学校 可以同时是多个好学校的Feeder School 当然这也不乏学校之间 本真关系就紧密了 比如说西米斯的Underschool 和St.Paul的Junior 本来就是学校内部开设的小学部 你向了这些的小学部不出以外的话 大部分是之间能进入的中学部 选择去其他学校的可能性也有 但比例不大 比如说西米斯 在每年招商的六十个学生当中 有五十个是本校的小学部 我个人观点认为 正确理解Feeder School 和顶尖私立中学的这些不确定关系 对于家长是有帮助的 至少不需要纠结 一定要上某一个学校的对口小学 今天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十一所小学 从虎巴的个人观点来讲 是在个人的清单里边 Lard Grove School Lard Grove School在 Reading 成立于1892年 是威廉王子的母校 也是一所非常传统的英国小学 占地130英文环境有美 从八岁才开始招收学生 但是基本上感兴趣的家长 要从孩子出生就为他们注册 基本上它的最大的卖点 或者最大的优势的表现就是 大部分情况下 王子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学校读的小学 排名第二位 Summerfield School 牛津 这个学校是一个有走读和住宿的一个学校 接收孩子的年龄从四岁到十三岁 历史可以追溯到1864年 在牛津镇中心 拥有70英亩的校园 四到十三岁的男生 可以走读 可以寄宿 小讯为拥有健康的灵魂和思想 体现了学校对于学生 身体柱子和精神健康的同等重视 2020年毕业生 17名考生 考入一顿 9名去了哈罗 4名去了Winchester 第三位 Jagons School 同样在牛津 四到十三岁 牛津地区最有名的小学之一 也是各大顶级中学的Feders School 学校和全英许多顶尖中学 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许多学生会生入 伊顿哈罗 Winchester Rugby九道工学 并且拿到奖学金 第四名 Pepperwick School ASCO 学校在ASCO 温莎附近 一般选择这个学校的家庭 会从6到8岁之间 送这个孩子来学校 大部分小学的毕业生 都进入到伊顿哈罗 Winchester这些顶级的中学 No.5 Sunnydale School 同样在温莎附近 7到13岁 这个学校成立于1874年 一所非常传统的家庭式私校 校长一直是一个家族之间传承 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校 而且大部分毕业生 都进入到九大工学 第六位 Cortica Prepass School 这个学校招生是7到13岁 有技术 有走读 建校1902年 最初是为了给建桥的学校 培养生源 学校认为幸福感 是激发男孩显龙 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目标是培养着快乐 自信 敢于面对任何挑战的男孩 往哈罗送的学生 非常的多 每年大概10名左右 其次是伊顿 Winchester 以及其他的一些顶级的私校 第七名 Horace Hill 4到13岁 走读和技术 成立时间已经有130年了 传说是Winchester的飞的 数据上来看 这个学校进入到Winchester的学生 每年都是非常的多 第八名 Sewsbury House 这个学校招生是7到13岁 走读 建于1865年 是英国最古老的预备男校之一 为男生提供7到13岁的预备课程 这个学校理论上来讲 他是伊顿和哈罗的预备小学员 大部分情况下 毕业生都进入到伊顿和哈罗等九大工学 第九名 New Land House 3到13岁 学费的不贵 6000磅一个学期 非常棒的一个预备小学 大部分小学的毕业生 去向都是在Rugby School Winchester School Wakon Abbey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学 第十位 Rugby School 招生范围 4到13岁 走读 这个学校从数据上来看 是St.Paul 伊顿和哈罗 Hampton Darwich College 的Feed School 大概率来讲 进入到这个小学 进入到一些顶级的中学 是非常有机会的 第十一位 Towerhouse Pre-Path School Towerhouse在SW14 伦敦的郊区 走读4到13岁 近于1931年 接受预备学校的小学毕业生 大部分都进入到 顶级的私校和部分九大工学 规模虽然不大 但教学质量很高 这个就是11个 英国顶级的 预备小学的排名 这个只代表 虎爸和虎妈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任何官方意见 警告大家参考 如果大家有任何 关于英国私校的一些问题 可以添加虎爸和虎妈的微信号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